房主是上帝可以控制灾难 地下那片是我灵土和死民 我要知之灾难历练他们 你看看房主能控制什么灾难 生生怪我流山下降控制天气 还有控制时间和重力 什么村重的人在那都不够我玩的 平民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箱子 我下去玩玩不够了吗 多起 哇塞 平民居然有武器 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小表妹 你不是房主吗 放着好好的上帝不担 套来我的平民库干什么 快走开 平民屈不欢迎控制灾难的上帝 哼 表姐误会了 我现在是一个友好的上帝 再说了 上帝的灾难没什么好玩的 我都玩腻了 平民家有这么多东西 我也想跟你一起玩 想跟我一起玩也行 既然你不想当上帝 就要有平民的样子 先帮我建你一栋大大的别墅 我就要你家就玩 主要建房子 这个简单 表姐建好房子之后 我也要玩这些平民家的神剑 这个等你建好了再说吧 踩到随便呢 十分之后我来验收成果 哼哼 居然有上帝喜欢带平民 快出道不好建房子 真的是稀罕 我可以偷个懒咯 建房子就有神器玩 别说别说了 大大大别说的一边挺厉害 平民家有这么多好看的方块 作为上帝去吃几瓶西瓜吃 这上帝当的还不如平民 开始建房吧 豪华别说当然用钻手黄金的人建人 现在是确定好房子范围 用钻石搭个空间 再来建二楼 表层小别说安排 开门口做一个三角形屋顶 这样框架就大石建好了 剩下的就是把内部装修一下 地板全部铺上桃花梦 最后把带门安装好 双双带民宿就完成了 小表妹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是不是我的房子建好了 搞定了白姐 这么漂亮的一楼民宿可还满意 可怕你的夜三里神器够玩玩吧 别急 我先看看别墅 怎么感觉这房子有点压抑啊 你看看这地板都没给我换 这屋里都长草了 一点都不舒服 还有这二楼这什么布局啊 大灯都凸出来了 太差了我不满意 所以你不能够玩神器了 看在你给我建房子的份上 我就给你一把小刀吧 我一把小刀 哎呀表姐我的好表姐 你有那么多神器 就玩了嘛 要不我会不还你 失手了 臭小妹 我的东西说不借就不借 一发子弹送你回老家 我觉这是什么神器 臭表姐你不然就别忘了一夜 你忘了我可是商店 必须惩罚惩罚你 招呼怪物全后表现替我收入戒 我还有好多怪物啊 不慌不慌 怪物来了我躲进我的碉堡里 加特林在手 就算是有一只怪物 我也是能够轻松解决掉的 叨叨叨 这么多怪物都不愿意打死了 可我能我换一个召唤boss boss用的怎样 还不是攻不进来 咱们说小白白 你的boss在我面前不堪移植 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吧 什么情况 连boss都这么做三秒钟 就发现神器也太厉害了吧 可恶 那整个之后流沙了 一层一层把白色给埋住 哼 看你还怎么骂装 诶 好重啊 怎么怎么跳不动了呀 小表妹你快把流沙停下 我感觉我快窒息了 救命啊 哼 想停下流沙可以 但你准备我会生气 哼 给我感谢了给你 命都要没了还要神器有什么用 你快把这流沙给清除了吧 哼 这也差不多